Hello, 繼續有蟲蟲哥哥和大家看英文書, 讀英文, 學英文的環節 那今天來到第三集, 繼續有我們這本Reunion in Chinese New Year 那今天我們就去到新的一頁了, 是講關於什麼呢? 去到新年, 不得不提就一定是有各式各樣的揮春 不知道大家在第一集的時候, 記不記得當年獸出現的時候 那些村民是放些什麼? 是家門外的呢? 那時候他們是不是放揮春的呢? 記不記得呢? 給你們三個想想, 十二一 是不是放揮春的, 當年是放的這個叫做... Peach Planks 是什麼呢? 是木板啊! 是掛在門口上面一些的木板 那我們今天就會去講一下 New Year's Paintings and Spring Couplets 就是賀年的一些畫作啦, 或者是揮春的 那首先我們先講講揮春啦 Peach Planks were the predecessors of Spring Couplets 當時有年獸的時候, 他們放的一些圖紅色的木板 其實正正就是揮春的前身 People made two wooden planks from peach trees 那村民呢就會在土樹上面呢, 拿兩塊的木材出來 那麼用這個的木板去製作這塊的揮春 當年的揮春啦 Writing down the names of the gods and hanging them on their doors as protection 那麼會在那塊木板上面寫些什麼呢? 寫下一些神明的名字啦 以及就會將它掛起來 是希望拿到一個保護的作用的 Later, the planks evolved into pieces of red paper bearing auspicious words 那麼之後慢慢慢慢演變, 就變成一張的紅紙啦 而在紅紙上面呢, 就會寫上一些吉利的說話 They are called Spring Couplets 那麼這個就是揮春Spring Couplets的由來啦 那麼除了揮春之外呢, 我們在新年間就會看到些什麼呢? 我們看看這間的大屋先啦 這間的大屋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除了有揮春 舊稅又添幾個起 新年更上一層樓 這些的對戀之外 我們打開家 咦? 裡面呢 看不看到有個福字啊? 他們掛著一些賀年的裝飾 但是有沒有留意到為什麼這個福字會調轉了掛的呢? 原來這個也是有一個由來的吧 我們看看為什麼這個福會調轉的呢? paste fu upside down Chinese family paste the mandarin characters fu on their door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中國人過新年都會把一個看字 福放在門上面的 當農曆生年來到的時候 苦 means happiness and fortune 福這個字當然就是解作開心、幸運 many people paste the character upside down 還有很多人會把這個福字調轉來方 是說的哦 As upside down happiness in mandarin sounds the same as happiness arrives 那因為呢 在普通話裏面呢 福到 即是調轉福的意思 苦到 其實就正正是福到的同音 咦? 好像我們上一集都有說到 好像豆腐一樣 因為那個鞋音好像福啊 好像褲啊 好像褲啊 就是一些中國人所說的耳頭 那這個同樣的哦 把這個福調轉來放就好像 福到福到 那個福就要來的意思了 除了這個的福 我們還有另外一些的掛飾 或者是裝飾 是會貼在門窗上面的 譬如又有這個 譬如又有這個爺爺在掛的裝飾 咦? 為甚麼都穿了孔子 難道好像蟲蟲哥哥穿的那些襪子 這樣穿了孔子 並不是啊 其實爺爺在掛的這個呢 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剪紙來的 paper cuts In the old days Chinese people would put paper cuts on their windows to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過年的時候呢 以前的人呢 都會將一些的剪紙 貼在窗上面 去慶祝農曆新年的 The patterns usually portrayed harpaces or abundance to express the hope for better life 那麼這些剪紙的花紋呢 通常都是代表了 人希望呢 會有更加好的生活 代表有豐收的一年 來近一年會很腐足 那麼我們就會把這些的剪紙 貼在窗上 跟大家分享過年的英文 學英文 讀英文的系列 已經來到第三集了 來近還會有第四集 明天就會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你們今年過新年 有沒有已經掛了一些 快春Spring Couplets出來 如果有的 不如跟我分享一下 是貼了些什麼呢 會不會像這些對聯一樣 七個字和七個字 還是還是四個字 四個字的呢 留言告訴我 拜拜